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帝国对决 一战风云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天空之城 齐柏林飞艇的轰炸任务 二红色八轮 空中的骑士对决 三密码战争 破译胜利的隐藏英雄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天空之城 齐柏林飞艇的轰炸任务 在探讨天空之城 齐柏林飞艇的轰炸任务时 我们不妨先将时钟 拨回到二十世纪初 那个飞艇被视为 天空中的豪华邮轮 未来交通工具的黄金时代 想象一下 巨大的银色巨瘦 优雅地穿梭在云端 下面是一片对飞行器 充满好奇和敬畏的目光 然而 这些飞艇很快就从 和平时期的浪漫象征 转变为一战中的轰炸工具 这个转变既是技术的奇迹 也是战争悲剧的缩影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齐柏林伯爵的这些飞艇 在技术上确实是一大突破 他们依靠氢气保持福利 使用发动机 驱动螺旋桨前进 可以说是当时 最接近天空之城的存在 但是 就像所有伟大的发明一样 他们很快就被军事化了 在一战期间 德国看到了齐柏林飞艇 作为战略轰炸工具的潜力 想象一下 这些巨大的飞艇 在夜空中悄无声息地接近 突然间 下面的城市 被炸弹的光芒照亮 这无疑给对方 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不过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许是 历史上最早的空中交通堵塞 因为这些飞艇的速度 实在是 嗨嗨 让人等得有点急 然而 齐柏林飞艇的轰炸任务 并不总是那么成功 首先 他们非常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一阵风就能让他们 偏离预定轨道 其次 随着防空技术的发展 这些巨大的目标 变得越来越容易被击落 最著名的例子 过于1916年的伦敦被轰炸 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和恐慌 但也加速了对抗空中 威胁防御技术的发展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尽管齐柏林飞艇 在战争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但他们也为后来的 民用航空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虽然这座桥梁上 偶尔会有点颠簸 所以 下次当你抬头看到天空中 那些优雅飞行的现代飞机时 不妨想一想 他们的曾曾祖父 可能是一艘在这炸弹 悄悄飞过夜空的齐柏林飞艇 这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证明 也是人类如何从战争中 寻求和平的一个小小提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红色巴伦 空中的骑士对决 在一战的天空中 有一位飞行员的名字 响彻云霄 他就是曼弗雷德 逢里希特霍芬 被诗人尊称为红色巴伦 这位德国的空中王子 不仅因其红彤彤的战机 而闻名下而 更因其无与伦比的空战技巧 而成为传奇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位空中骑士的故事 以及他与敌人的那些 精彩绝伦的对决 首先 得提一下 红色巴伦的战机 那可不是普通的红 那是一种能让敌人一眼 就能认出来 同时又足够闪亮 让人不禁想起 圣诞节装饰的那种红 想象一下 在一战那个黑白灰的年代 天空中突然出现 一抹耀眼的红色 那种视觉冲击 简直就像是 现代电影中的特效一样惊艳 红色巴伦的空中对决 更是充满了戏剧性 他不仅是一位 记忆高超的飞行员 更是一位懂得如何 在空中进行心理战的高手 他经常利用自己战机的红色 以及自己 在空战中的声明 来影响敌人的心理 让对手在真正交战之前 就已经半个身子 处于恐慌之中了 其中最有趣的故事之一 是红色巴伦 与一位英国飞行员的对决 这位英国飞行员 在与红色巴伦的空中较量中 竟然因为过于紧张 而忘记了如何射击 结果 这位英国飞行员 在一片慌乱中 不小心按错了按钮 启动了机翼上的信号弹 结果一道绿色的光芒划过天际 意外地为这场空中对决 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红色巴伦见状 竟然放过了这位英国飞行员 仿佛在说 今天就让这场意外的烟火 成为我们对决的终章吧 红色巴伦的故事 充满了勇气 智慧和一丝不可思议的幽默 它不仅是一位空中的骑士 更是一位在战火与硝烟中 依然保持着风度与幽默感的传奇人物 在它的故事中 我们不仅能看到 一战时期航空战的残酷与激烈 更能感受到 那个时代 人们对于荣誉 勇气和对手的尊重 红色巴伦最终在1918年战死 但它的传奇故事 就像它那架标志性的红色战机一样 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 提醒着我们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人性中那份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尊重 永远不会消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密码战争 破译胜利的隐藏英雄 在探索密码战争的迷离世界时 我们不仅遇到了智力的较量 还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无名英雄们 这是一个充满了机制 背叛 秘密 和惊人智慧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揭开 破译胜利背后的神秘面纱 但别忘了 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我们要以一种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来讲述 首先 我们得提一提 那个让所有密码学家 都又爱又恨的机器 安尼格玛 这个由德国人发明的密码机 可以说是二战中最大的脑力挑战 想象一下 你每天面对的是一个能产生 约150万一种不同设置的机器 对 你没听错 150万一种 这比你尝试在家里找遥控器还要困难 然后 有了那些隐藏在幕后的英雄们 比如艾伦 图灵 这位数学天才 不仅帮助破解了安尼格玛 还顺便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础 可以说 如果没有图灵 我们今天可能还在用纸笔计算 而不是用智能手机刷脸 图灵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解决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只需要一个有着奇思妙想的大脑 和一台好用的机器 不过密码战争中的故事远不止这些 还有比尔 图特 这位英国密码学家 可能没有图灵那么有名 但他在破解德国海军恩尼格玛记的工作中 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图特的故事提醒我们 历史的背后总有一些功不可没 却显为人知的英雄 最后 我们不能不听那些 在布莱切里园工作的数千名女性 是的 你没听错 是女性 她们负责操作复杂的机器 翻译代码和进行数据分析 但她们的贡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这些女性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性别 每个人都能在密码战争中发挥作用 总之 密码战争是一个关于智慧 勇气和创新的故事 它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人类智慧和团队合作的胜利 而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英雄们 无论是文明侠耳的图灵 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布莱切里园女性 都值得我们铭记和致敬 在她们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 和对自由的渴望 这是任何密码都破译不了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天空之城 红色巴伦和密码战争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有技术的突破 战争的残酷 人性的光辉 还有一些幽默和浪漫的元素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 还能从中汲取一些智慧和启示 天空之城 齐柏林飞艇的轰炸任务 告诉我们技术的进步 和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齐柏林飞艇 从和平时期的浪漫象征 转变为战争中的轰炸工具 这既是技术的奇迹 也是战争悲剧的缩影 不过他们也为后来的民用航空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让我们的现代航空更加便捷和安全 红色八轮 空中的骑士对决 讲述了一位充满勇气和智慧的飞行员的故事 红色八轮 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飞行员 更是一位懂得如何在空中进行心理战的高手 他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 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荣誉 勇气和对手的尊重 也让我们相信 在最艰难的时刻 人性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与尊重永远不会消失 密码战争 破译胜利的隐藏英雄 向我们展示了智慧和团队合作的力量 无论是图灵、图特还是布莱切利元的女性 她们都在密码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无论是文明侠尔还是默默无闻 总的来说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了解历史 还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 他们告诉我们 技术进步与战争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勇气和智慧是战胜困难的关键 团队合作和人性的光辉是无法被破译的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你们留言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和讨论 这些令人着迷的话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